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数学有用 The number of even elements of the sequence 找出这个数列里面有几个偶数 当然是倒零之前 所以二一四就选出两个 那这边的话呢 这边就是全部基数就是零个 那这里是两个 这边是零个 那如果是零的话呢 那就是零个 所以一开始要做的也是一样 先读一个数字进来 i等于int input 那读进来之后呢 就是ify i不等于0 那读完之后呢 我们这边一样就是 最后进入到回旋之前 然后再重新读一次 那现在我们要做一个判断 就是说 如果什么 i百分号2等于等于0 也就是偶数 那我们要让一个数量 计数的是n等于0 接下来这边n 加等于1 所以每次读进来 如果是偶数就加1 技术部分呢就跳过这一行 就不会整理 就不会重新更新 好那最后呢 我们再将这个n 再输出 再执行 好那这边再检查全部 好这边也是通过了 它这写法为什么一开始是-1呢 它其实是把这个int input 只写一遍 但是如果达到只写一遍呢 所以一定要让它先进来回旋至少一次 所以呢 所以它一开始在计算数量的时候 从-1开始 但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写法 因为这个写法的话 就是一开始是-1 这件事情 比较不是那么的直觉 所以你还要绕个弯 写程式如果在这件事情一样 我觉得方便理解 还是一个优先考量的点 一个优先 感谢观看